晚上跟朋友约了火锅 在吃饭之前要去趟银行 那先跟我去趟银行办件事情吧 这个就是迪拜的共享单车 但是呢不能随便乱停 只有固定的几个位置 就在marina这一片区域才会有这份共享单车 所以我还没试过 有机会试一下 这边呢就是迪拜的marina 这边的风景真的是超级棒 非常好非常漂亮 然后这边有很多油体 那边呢还有一个shopping mall 所以每天走到这里的时候真的觉得 生活还是挺美好的 对吧 现在的这个 十一月份十二月份是迪拜 据说是迪拜最舒服的地界 还很凉快 所以 再加上疫情这边的人真的很少 游客也比较少 这个风景真的很棒 这个床很奇怪 下面好像是可以 下面好像是空的这种结构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很奇怪 挺好玩的 挺好玩的 其实给迪拜给我的印象呢 就是整个国家非常的国际化 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 就是一种错觉 你不知道你在哪个国家吧 因为到处其实都是英语的标识 那也有一定的阿拉伯语 然后人呢都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 黑人啊白人啊印度人啊 大部分的服务业者呢 也都是从其他国家过来的 据官方统计呢 这个数字是 只有20%的local的人 80%其实都是外来人口 那你在这个国在这个城市呢 你会看到就是 很很少看到本地人吧 就是穿白色白袍跟黑袍的 大部分还是像我们这样的外地人 所以还是很有趣的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那就是我非常喜欢的那个日本的咖啡 这边也有 很漂亮 那你先不如说咖啡了 先去找银行吧 这边的这边是那个意大利的咖啡 而不是意大利 说错是加拿大的那个咖啡 然后最近在国内刚刚开 但是在这边有很多店了 呃价格还比较便宜吧 呃味道还不错 那银行在哪里 银行在哪里 银行在哪里 银行在这里 找到 比较活动 这边现在热闹了很多 之前我来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这些小商贩的 然后它蛮有特色的这些小商贩 很有生活气息啊 我很喜欢这种 这种小贩小贩的这种感觉 很棒 嗯 关门 嗯 嗯 真不小我在网上查了 其实是开业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关的 太不巧了 然后周围的会应该就第一点 国要去的银行 是 ok 一起翻诶 既然银行关夜 那我们就去随便逛一逛吧 嗯 正好这边是沙滩 我们去沙滩看一看 然后随便逛一逛 因为晚餐要到六点 所以还有一段的时间 我也不想回家了 怪麻烦的 然后去逛一逛吧 看看这边的风景怎么样 这一家是我觉得还比较 我很愿意逛的地方 叫Brands for Less 有点像英国的TK Max 就是卖一些品牌的打折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品牌不是特别的好 没有像TK Max那么好 但是也还不错吧 然后进去看一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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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i 对 对 Bizzo的T恤,看到多少钱 是69T,大概是人民币100块钱吧 一个T恤,还好吧 质量是非常以法委的T恤 我觉得这里最好的可能就是Bizzo 这个T恤不适合 前面就是海边了,在海边旁边有很多餐厅 有我最喜欢的Shake Shack,还有Cheese Cake Factory 都是很不错的那种汉堡啊,美式快餐啊 还有很多咖啡店啊,小碳啊,这面真的还蛮不错的 据说这个摩天轮是不是世界上最大的 反正迪拜就是很愿意搞这些什么世界最大啊 最大盆泉啊,最大的最高的楼啊,最大的摩天轮啊 最大的商场啊,基本上都在迪拜了 这什么东西啊,是不是有点像过山车啊 那是个孕照 还是个牧场 这边是个牧场 这边是一个孕照 对那边 你 有种人 在海边坐一会儿 然后说一下这边的疫情的问题吧 因为我觉得这边的疫情 其实跟国内比肯定还是严重的 因为每天大概有一千多确诊的病例 那这个数字如果在国内的话 那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 但是在这边其实大家还是很淡定的 基本上没有特别多的限制 现在就各个地方基本上没有什么限制 餐厅啊一些公共场合啊根本就没有限制 只要大家戴口罩就OK了 但是在餐厅你想要在咖啡店 或者在这种沙滩 很多人其实都是不戴口罩的 那其实这个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幸亏呢我这边是在打了疫苗 希望这个疫苗是管用的 但是打了确实心里面会舒服一点 很放心 然后我这样出来玩的话 也没有特别多的心理负担吧 因为之前确实没打没打疫苗之前确实负担很大 很怕说这个被感染或怎么样的 影响了很多事情 经济啊旅游啊 其实还是对很多行业很大的创伤的 很大的伤害的 希望这些赶紧过去 然后大家赶紧回到正轨 这样的话也可以有机会再出去玩 就不用担心这些事那些事了 如果回国的话也不用担心隔离的问题了 还是很麻烦的 所以真的希望2020 马上都要过去了对吧 真的希望这个疫情赶快的结束 然后大家都健健康康的 期待2021年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了 希望everything will be ok 这是我第二次出门了 不要问我为什么 因为第一次被放鸽子了 今天一会儿七点 应该可以吃上火锅吧 I hope so 因为我好了 希望一会儿可以很快吃到火锅 今天只吃了一顿饭 alright 现在呢就是marina的夜景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的夜景还很漂亮 虽然都是很高的这种住宅楼啊 但是还是很漂亮的 虽然都是钢筋水泥吧 但是还是有一种很现代的那种美 这就跟其他的国家很不一样 就比如说跟英国比较 因为英国大家都知道 可能都是比较老的建筑 房子又很小很老 那种很有历史感 但是在迪拜呢 就是给我的感觉 是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东西都很大 商场很大 然后办公楼很大 这个住宅楼也很大 所有东西都放大了 是个大号了 但是这种反而有一种很现代 很有科技的那种感觉 所以还是很很不错的 建议大家都过来感受一下吧 有机会 很多人在路边在在桥边拍一照 好 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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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喜欢这首歌啊 好久都没有听到这首歌了 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在迪拜的火锅店 你终于听到这首歌 好感动 我的朋友还没有来 你怎么 我在谁 我说这个火锅店真的还好便宜啊 才46D不到不到100块钱了 在面里 然后再是自助 这些都可以点 还不错 你怎么还好 So who you are? 大家好,我教中文名字講文杰 文杰,Nice to meet you 你好,非常高興認識你 那我工廠入來建橋大學 建橋大學,對,文杰是建橋大學的學霸 學霸,知道是什麼,學霸 對,文杰,十零 這不錯,因為我不喜歡文杰 文杰,有詞,立法,是 中文杰,原本我們不喜歡文杰 文杰,大學,學生 文杰,好,很開心 文杰,文杰,原本我們不喜歡文杰 我们已经结束了HopHod 让我问你,如何是HopHod? 非常好吃的 非常好吃的 吃芭蕾 吃芭蕾 OK,so maybe next time 下一次我们可以尝试一些其他的东西 像 我们也想去那种汉堡 汉堡,Burger? 汉堡堡的 Yeah,Burger Burger competition Burger challenge I'll go to the Go to 去那个中国城 Yeah,Yeah,Yeah OK Yeah So Yeah,Sure That's for today video Hahaha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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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